你好,今天为你解读的是《理智与情感》,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26万字,我会用20分钟的时间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,女性应当如何在爱情和婚姻中处理好理智与情感的关系。 提起19世纪初的英国,很多听众的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古老气派的乡村庄园,优雅高贵的贵族小姐,悠闲自在的下午茶和排局,热情洋溢的舞会派对,这样的生活似乎是很多追求小资情调的女性梦寐以求的,但是如果你真的了解那个时代女性的处境,也许就不会羡慕了。 在19世纪的英国,有一条对中产阶级家庭影响深远的制度,那就是长子继承制度,简单的说,就是在当时的英国家庭,父亲去世后,家业就只能由长子继承,如果这个家庭恰好没有儿子,那么就要由家中的其他男性亲戚来继承,而母亲和女儿们呢,则不得不过上窘迫的生活。 在这样的继承制度下,大部分没有继承到财产的女性,唯一的出路就是找个好婆家。 但爱情和婚姻从古至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,如何找到合适的伴侣,如何将爱情修成正果,对一个不会适适的贵族小姐来说,无疑是极大的挑战。 而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本《理智与情感》,就算得上是一本《女性婚恋指南》了。 读完了这本书,你不仅会对简奥斯丁时代的婚恋哲学有一个清晰的了解,也会对当今时代的婚恋产生新的思考。 说到作家简奥斯丁女士,你首先想到的一定是《傲慢与偏见》这本流传最广的作品。 实际上《傲慢与偏见》是简奥斯丁的第二部长篇小说,而她的处女作就是这本《理智与情感》。 与《傲慢与偏见》的其他作品一样,《理智与情感》讲述的是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爱情故事。 达士伍德家有一对带字归中的姐妹,姐姐艾丽诺理智而成熟,妹妹玛丽安活泼而任性。 在婚姻的道路上,姐妹两人虽然遭遇了挫折,但最终也是收获了属于各自的幸福。 小说中的这对姐妹,虽然也像许多英国小姐一样,面临着需要婚姻来寻求经济保障的问题,但她们呢,追求思想平等和独立选择感情的自由。 在当时的英国社会,这样的思想,无疑是对众门地、清感情的婚姻观的反抗与呐喊。 本书作者,简奥斯丁女士,是18世纪末英国著名的小说家。 她出生于一个乡村牧师家庭,从小就阅读了大量的小说,十四五岁就开始写短剧。 22岁已经完成了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两部小说作品。 虽然她本人终生未婚,但所写的都是英格兰中产阶级的爱情故事。 她凭借着女性特有的细腻,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,巧妙合理的构思,创造出了傲慢与偏见、爱马、诺桑爵寺等众多经典之作。 好了,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,那么下面呢,我就为你来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。 第一个重点,是在伴侣的选择和恋爱中,如何平衡好理智与情感的关系。 第二个重点呢,是在感情遇到挫折时,如何用理智来应对。 第三个重点呢,是简奥斯丁的爱情观,对当今女性的婚姻问题有哪些启示。 好,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个重点。 在伴侣的选择和恋爱中,如何平衡好理智与情感的关系。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初的英国庄园,主人达什伍德先生去世,按照我们上面提到的长子继承制度,达什伍德先生唯一的儿子约翰继承了这庄园。 而约翰的继母和他的三个同父异母的妹妹,就落魄到了继人篱下的境地。 更为不幸的是,约翰和他的妻子范妮是一对极端自私和势力的夫妻,让可怜的母女四人受了不少的委屈。 因而,达什伍德夫人决定要尽快离开庄园,寻找新的住处。 但就在他们寄住的这段日子里呢,一段爱情却悄悄地萌芽了。 达什伍德家的大女儿艾利诺和嫂子范妮的弟弟艾德华之间互生好感。 艾利诺年方十九,却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冷静的判断力。 她心地善良,性情可爱,最可贵的是她有着强烈的情感,却又懂得如何去控制这种情感。 而艾德华比起艾诺莉好像并没有那么出众。 她长得不帅气,举止也缺乏自信,但却是个心地善良,颇有见识的青年。 对于两人的感情呢,双方家庭的反应是各不相同。 艾德华的姐姐范妮对两人的情感是极力反对的。 原因就在于,艾利诺没有显赫的家世和丰厚的财产。 范妮可是一心希望自己的弟弟能够娶到一位富家千金为妻。 而达什伍德夫人则是个感情充沛,而又充满着幻想的人。 她丝毫不在意艾德华财产的不丰厚和性格上的缺陷, 也没有看到这段感情将要面临的困难。 满心认为女儿和艾德华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喜结连理。 这清醒的仿佛只有当事人艾利诺一个人。 一方面,她从艾德华时而落寞的神情中, 看出了艾德华的婚姻,可能由不得她自己做主。 她虽然深爱着艾利诺,却不敢给她承诺。 另一方面,她也从嫂子范妮的描述中, 猜测出艾德华性格强势的母亲, 并不会接受她这样一个出身平凡, 又没有丰厚嫁妆的女孩做儿媳妇。 因此,艾利诺虽然认定自己与艾德华情投意合, 但在母亲决定要搬离庄园到遥远的巴顿别墅去生活时, 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感情纠结痛苦, 而是毅然决然地同母亲一起开始了新的生活。 与艾利诺的性格截然不同的是二小姐玛丽安。 玛丽安聪明敏感,讨人喜欢, 但唯一的缺点就是对人和事有些偏激, 悲伤和喜悦都不能加以节制, 典型的情感有余,但理智不足。 在全家乔迁至巴顿庄园后, 玛丽安同时遇到了两个追求者, 一位是年过三十五的老单身汉布兰登上校, 他的性格比较内敛, 但却是位十足的绅士, 而另一位则是英俊非凡, 举止优雅的年轻人威洛比。 毫无疑问, 以玛丽安的性格自然是看中了年轻的威洛比了。 与姐姐对情感冷静克制的态度不同, 玛丽安讨厌对任何事情遮遮掩掩, 在他看来, 压制感情是徒劳的, 是对世俗观念的屈服, 因此他毫无避讳地与威洛比当众亲密接触, 完全地陷入了爱情的甜蜜之中。 而当威洛比突然宣布自己要暂时离开的时候, 玛丽安感情失控, 长久地沉浸在悲伤和对过往的回忆之中。 听完了艾利诺和玛丽安姐妹的相识相恋过程, 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出作者简奥斯丁女士, 对恋爱中的理智与情感的认知? 很多听众可能会说, 玛丽安个性率真, 敢爱敢恨, 有什么不好的呢? 女孩子谈恋爱干嘛要瞻前顾后呢? 但实际上, 不论是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, 还是如今的时代, 一段单纯靠感情任性而为的情感, 是很难走到最后的。 与姐姐艾利诺相比, 玛丽安对待感情最大的问题, 就是缺拔理智。 在伴侣的选择上, 艾利诺更看重的是爱德华的德行, 而宽佑了她的不足。 而玛丽安则是个典型的完美主义者, 她认为好的伴侣, 既要具备爱德华的全部品格, 外貌举止呢, 还必须有种种的魅力。 虽然嘴上是这么说, 可她还是一眼被威洛比的外貌和举止所吸引, 而完全无视了她从戏之末节中, 早已体现出的品格的缺陷。 用我们现在的话说, 玛丽安是个十足的外貌协会。 在恋爱当中呢, 艾利诺希望自己与爱德华的感情能够修成正果, 因而她没有单纯地沉浸在爱的幻想里, 而是冷静客观地分析了感情中的阻碍, 对自己和爱德华未来有着理智而清醒的认知。 反观玛丽安, 她和母亲达使伍德夫人一样, 总是用幻想来代替现实。 在相处中呢, 她丝毫没有怀疑过, 为什么他们的感情如此地公开, 威洛比却并没有明确地向她表达爱意, 也没有考虑过以威洛比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, 他们的爱情能否顺利地走向婚姻。 而这一切不理智的行为, 其实都是作者为玛丽安接下来的爱情挫折埋下的伏笔。 下面我们总结一下, 在伴侣的选择和恋爱当中, 如何平衡好理智与情感的关系。 达使伍德加的两姐妹, 艾利诺和玛丽安, 先后遇到了自己的心爱之人, 但是两人在感情问题处理上, 却截然不同。 艾利诺对待感情理智而清醒, 她在伴侣选择上重视德行, 而不是被外貌和举止所迷惑。 在恋爱当中, 她冷静地看到了感情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, 而不是一头扎进感情的漩涡中。 妹妹玛丽安在感情中完全失去了理智, 为接下来的恋爱悲剧埋下了伏笔。 好了,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, 在伴侣的选择和恋爱中, 如何平衡好理智与情感的关系。 说完这个, 我们接下来就说说第二个重点。 在感情遇到挫折时, 如何用理智来应对? 爱丽诺和玛丽安姐妹的感情甜蜜期, 已经过去了。 按照惯常的逻辑, 作者需要为她们的感情制造点麻烦了。 首先经受考验的是姐姐爱丽诺, 她从一位新认识的露西小姐口中得知, 爱德华与露西早已在几年前就已经订婚了。 面对这样的打击, 爱丽诺并没有立刻向母亲和妹妹哭诉爱德华的欺骗, 也没有武断地认为露西就是在编故事, 而是通过分析, 肯定了爱德华对自己的感情, 但由于政治的品格, 她不得不对自己年轻时的错爱负责。 因此呢, 爱丽诺并没有对爱德华充满怨恨, 而是真心地帮助她获得经济独立, 并与露西在一起。 但是最终呢, 由于露西的自私与贪婪, 落魄的爱德华被抛弃了。 爱丽诺和爱德华, 有情人终成眷属。 妹妹玛丽安就没有姐姐这样幸运了, 跟随亲戚到了伦敦之后, 她急切地写信求见威洛比, 但此时已经跟富家小姐订婚的威洛比, 毅然决然地抛弃了玛丽安。 同时呢, 乌兰德上校也揭穿了威洛比欺骗少女感情, 使乱中气的无耻行为, 威洛比的人设可谓是彻底坍塌了。 面对这样的打击, 玛丽安丝毫无法掩饰自己悲伤的情绪, 大病一场, 差点就丢了性命。 庆幸的是, 在姐姐爱丽诺和布兰德上校的陪伴下, 玛丽安逐渐成长成熟, 也接受了布兰德上校的求婚, 重新收获了幸福。 挫折往往是一段感情最好的考验, 前奥斯丁告诉我们, 在感情面对挫折时, 理智的头脑是必不可少的。 如果说在相识相恋阶段, 爱丽诺遇到好男人有运气成分在里面的话, 那么在感情出现挫折的阶段, 他完全依靠理智与善良赢得了幸福。 爱丽诺与爱德华的感情看起来既不热烈, 也不引人注意, 但是爱丽诺却对自己的爱人和感情, 有着清醒的了解和把握。 因此,不论是露西的出现, 还是未来婆婆的刁难, 爱丽诺都能泰然处之, 与爱德华的爱情也自然而然走到了最后,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妹妹玛丽安。 玛丽安和威洛比, 在大部分人的眼中是狼才女貌天作之和, 但实际上, 玛丽安对自己的感情完全没有清醒的认知, 她不了解自己的爱人, 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如何将炙热的情感转化成稳定的婚姻。 当威洛比的态度发生改变时, 玛丽安完全乱了阵脚, 不断地找各种借口替威洛比开脱, 其实内心早已经是慌乱不安了, 所以说在面对挫折的时候, 一段感情是否成熟理智, 成为了能否走下去的关键。 下面呢, 我们来总结一下, 在感情遇到挫折时, 如何用理智来应对? 当达什伍德姐妹的情感走过了蜜月期, 挑战就接踵而来了, 爱丽诺面对感情的挫折, 凭着自己的理智的头脑和对爱人爱德华的了解, 掌握了感情的主动权, 而妹妹玛丽安的感情虽然说是轰轰烈烈, 但却抵挡不了名利的诱惑, 她对自己的感情毫无清醒的认知, 导致了与威洛比的分道扬镳。 好了, 上面为你讲述的就是第二个重点, 在感情遇到挫折时, 如何用理智来应对? 说完这个呢, 咱们接下来说说第三个重点, 简奥斯丁的爱情观, 对当今的女性的婚姻问题有哪些启示? 近几年特别流行一个词叫渣男, 是指那些在感情中不负责任或伤害欺骗女性的男性, 网络上也常常会列出渣男的十大标准, 渣男的常用的套路, 甚至渣男喜欢用的头像都被一一列了出来, 对此我只能说, 避免感情的悲剧, 理智的头脑远比套路更加的有效用。 那么什么是理智呢? 很多人谈到感情中的理智不免带有歧视的心理, 认为在感情中谈理智是对感情的数读, 因为真正的感情是无法用理智来控制的, 这也是典型的玛丽安思维, 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, 在感情中谈理智啊, 并非是要求物质条件, 家庭条件来衡量这段感情是否有利, 是否门当户对, 而是教你如何去识别好的伴侣, 判断感情中遇到的问题, 从而赢得婚姻的幸福, 尤其是对女性而言, 不论是在19世纪的英国, 还是在如今的社会, 在婚姻中面对许多的问题都是相似的。 如今年轻人的婚姻常常出现这样的一个状态, 叫做闪婚闪离, 夫妻双方往往在冲动下结婚, 婚后呢, 发现对方并不是自己想象的样子, 又迅速地分开了, 这样的婚姻状态, 很多也是由于许多大龄单身青年, 忍受不了催婚, 草率选择而造成的, 并不是说闪婚就是没有幸福, 而是没有建立在理性了解的基础上的婚姻, 风险是比较高的, 尤其是许多女性在爱情当中往往喜欢用想象来代替现实, 比如说书中的玛丽安, 在与威洛比的交往当中, 总是觉得对方什么都好, 一切都是完美的, 而实际上, 威洛比的自私, 格型的缺失, 对感情的轻率, 早就在最初的交往当中呢, 暴露无遗了, 因此, 即使面对再完美的伴侣, 也应当具备理性的思维, 冷静地去分析对方的优点缺点, 判断它的优点是不是足够的吸引你, 而它的缺点呢, 你又是否能够去包容, 很多听众可能会说, 这样的爱情还有什么意思呢, 罗曼罗兰说过, 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, 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, 依然热爱生活, 也许对待爱情, 我们可以说, 世界最可靠的爱情, 便是你了解了对方的一切缺点, 却依然爱他, 在当今的时代, 年轻人择偶时父母常常提到一个词, 还是门当户对, 父母认为门当户对的感情是更稳定的基础, 虽然有一定的道理啊, 但是随着交通的便捷, 人口流动性的增强, 不那么门当户对的人之间产生感情, 也是越来越普遍的, 而不门当户对的爱情, 往往会遇到父母的阻碍, 婚后生活习惯的碰撞, 以及更为严重的婆媳问题, 但是仍旧有很多年轻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这样的婚姻, 就如小说中的爱丽诺爱德华夫妇和露西罗伯特夫妇, 都不是婆婆费拉尔斯太太满意的婚姻, 虽然爱丽诺和爱德华的结合是因为爱情, 而露西则是为了金钱才选择了罗伯特, 但在婆媳关系上, 他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 抛开露西的品性不谈, 在处理婆媳关系上, 露西的做法反倒是值得现代女性学习的, 与多数知识女性类似, 爱丽诺面对自己强势势力的婆婆, 表现得极为的冷静自尊, 但露西则相反, 喜欢投其所好, 巴结奉承, 听到这里, 很多听众可能会问, 为什么巴结奉承反而是好事呢? 这也许就是婚姻与事业的区别吧, 婚姻当中, 过强的原则和过高的自尊, 也许并不如圆滑求全, 更能经营好一个家庭, 在婆媳关系的处理上, 感性思维可能比理性思维更有效, 婆媳矛盾在婚姻当中几乎是不可避免的, 很多女性因为受不了婆婆的诸多矛盾, 而闹得婚姻不和, 其实如果换一种思维, 在婆媳相处时, 少一些原则和对错的争论, 多一些耐心和方法, 也许比一味的分个是非曲直更为有效。 下面我们来总结一下简奥斯丁的爱情观, 对当今女性的婚姻问题, 有哪些启示? 我们往往认为在爱情当中, 谈理性是对爱情的数读, 其实爱情中的理性, 是教你如何去识别好的伴侣, 判断感情中遇到的问题, 从而赢得婚姻的幸福。 在伴侣的选择上, 我们需要理性思维, 冷静地去分析对方的优点缺点, 判断他的优点, 是不是足够地吸引你, 而缺点呢, 你又是否能去包容? 在婆媳关系的处理上, 我们需要感性思维, 婚姻当中过强的原则和过高的自尊, 也许并不如圆滑求全, 更能经营好一个家庭。 好了, 说到这里呢,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,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, 我们所说的要点。 首先, 我们讲到了, 在伴侣的选择和恋爱中, 如何平衡好理智与情感的关系, 打使伍德家的两姐妹, 爱丽诺和玛丽安, 先后遇到了自己的心爱之人, 但是两人在感情问题的处理上, 却截然不同, 爱丽诺对待感情理智而清醒, 她在伴侣选择上重视德行, 而不是被外貌和举止所迷惑。 在恋爱当中呢, 她冷静地看到了感情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, 而不是一头扎进感情的漩涡中。 妹妹玛丽安在感情中则完全地失去了理智, 为接下来的恋爱悲剧埋下了伏笔。 其次, 我们讲到了在感情遇到挫折时, 如何用理智来应对。 当打使伍德姐妹的感情走过了蜜月期, 挑战就接踵而来。 爱丽诺面对感情的挫折, 凭借着自己理智的头脑和对爱人爱德华的了解, 掌握了感情的主动权。 而妹妹玛丽安的感情虽然说是轰轰烈烈, 但却抵挡不了名利的诱惑。 她对自己的感情毫无清醒的认知, 导致了与威洛比的分道扬镳。 最后呢, 我们讲到了简奥斯丁的爱情观, 对当今女性的婚姻问题有哪些启示。 我们往往认为在爱情当中, 谈理性是对爱情的数读。 其实爱情中的理性, 是教你如何去识别好的伴侣, 判断感情中遇到的问题, 从而呢, 赢得婚姻中的幸福。 在伴侣的选择上, 我们需要理性思维, 冷静地去分析对方的优点缺点, 判断她的优点是不是足够地吸引你, 而缺点呢, 你又是否能够去包容? 而在婆媳关系的处理上呢, 我们需要感性思维, 婚姻中过强的原则和过高的自尊, 也许并不如圆滑求全, 更能经营好一个家庭。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内容总结, 恭喜你, 又听完了一本书。 感谢大家的渡刺, 感谢您的 fout归, 那么您必须有病, 并且冒伴他这제어서, ¿我们有新出集体的时间吗? 赔 SUBSCRIBE